《弹行》 于兰 国家一级演员 第23届梅花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杜鹃山 蓝梅记等 于兰生于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虽然父母强烈反对她从事艺术 但是从小就是金剧迷的她 还是瞒着父母报考了哈尔滨市艺术学校 她从14岁起初学刀马蛋 后又学了花蛋还有亲衣 1977年于兰到哈尔滨金剧院参加工作 80年一场护家装使她一举成名 以后的吕布和貂蝉招军初赛 让于兰成为了金剧爱好者 熟知和喜爱的名字 不过让于兰在中国家运户晓的 却并不是金剧 因为天生励志 而且表演真实生动富有激情 于兰屡屡被电影导演看中 一个不小心就成了红遍全国的影视明星 当年《红楼梦》剧组招募演员集训时 她就榜上有名 但是因为她是团里的演戏尖子 领导没有放人 之后呢 电影导演又在大街上看中了她 于是跟团里戒掉了20天 成就了于兰首次触电 从此以后 她片约不断 一发不可收 从电影关东大侠 关东女侠 到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深圳人》 于兰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影视红星 但她却一直认为 自己是一名金剧演员 那时长春还有上海电影制片厂呢 都想调她去当专业电影演员 都被她一一回绝了 因为那一份对金剧无法割舍的情怀 她在拍摄电影《关东大侠》时 依然每天早晨五点多 就到村头吊嗓子 结果没几天把狼给招来了 村里损失了不少积压 剧组也为此赔了钱 于兰在做客央视戏曲人生栏目时 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疑惑 你已经在影视业颇有名气了 别人都想罚往里钻 你为何非要返回 金剧这个不狠景气的行当中去挣扎呢 这位国家一级演员是这样回答的 金剧这东西你一旦钟情于她 其他的就是身外之物了 不管它评也好 负也好 我都会坚守在这块阵地上 于兰最爱的还是金剧艺术 1998年 她考入第二届中国金剧 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2001年开始在梅兰坊的琴师 江凤山门下学习梅泰艺术 随后在现代戏杜鹃山中 她用心用情的表演得到了专家 还有观众的高度赞誉 杜鹃山在全国巡演了上百场 场场爆满 场场掌声如雷 于兰又火了 这次是以金剧演员的身份 这位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弹行表演艺术家 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的获得者 也将于10月18号来美演出 戏剧纽约的购票方式 已经出现在屏幕下方 10月18号 林肯中心戏曲大师于兰与您相聚 由于兰与您相聚